丹林认识担任营造公司负责任的杨永信 他前往花莲参加慈祭的实业家生活营之后 他体会到了资源回收的重要 所以现在他回到工作岗位之后 只要前往工地巡视都会捡起瓶瓶罐罐 希望环保的小动作能够让地球更美好 在工地的地下一楼 身穿蓝色上衣的杨永信带着同人一起做资源分类 植类绑一捆 宝特瓶绑一袋 没多久时间这些回收物几乎堆满了小货车 工地的时候都是有一些专满清运的业者 但是在生活会计物跟建筑会计区都融合在一起 让我觉得是对地球非常的不公平 会有这样的环保观念 杨永信说这是参加实业家生活营学来的 所以回到工作岗位后 每天早上五点多 就会到工地各个楼层巡视 然后随手将回收物捡起来 这个习惯也有了爱的回响 有时候我不用到楼上去请 他们会自动把一些资源回收的一些 瓶罐 纸类 纸箱 会送到我地下衣的仓库 把职场当作方便到场 杨永信的善念不只让工地多了环保味 也有了人文气息 大海新闻珍晒美志工吴丽华台中报道 我写职的仓库